其實你的教練也很一般 你們兩個每次坐在一起吧 其實他說我不要緊 大致不,他說是師父你 他是不是奉昇喜心演見? 你現在是什麼意思? 看憐我還是同情我? 我不習慣人們對我這麼好 你省點吧,同情心不是這麼用的 Maya問起爸爸的事 她九成九就是小妹妹 為什麼我們不用科學的方法驗證? 原來你是我們小妹妹的顧小寶 我? 終於找到你了 不好意思,這位小姐,我好像不認識你 認識的…很快認識的 乖,你別不承認 不然你怎麼會有這張照片? 對了,這個女生就是你的媽媽張惠玉 那個男人就是我們老爸顧百方 你們誤會了,那張照片不是我的 他們不是我爸爸媽媽 不是你的? 是我朋友的 他一直都很想找回他的家人 我很想幫他 所以先拿著他的照片 那你的朋友是誰? 他現在在哪裡?我們可以見他嗎? 因為我還未有他同意 所以我暫時不可以跟你們說 不如這樣吧,我問了他之後 如果他願意的話,我立刻打給你們 好緊張 不知道小妹妹是甚麼樣子的呢? 你以為她跟我來像不像樣子嗎? 我本來想快點見到她 別吵了,待會就見到 有好人會口罵自己 緊張吧 你已經打了嗎? 你好 怎麼只有你一個?小妹妹呢? 對了,他去了廁所,很快進來的 今天辛苦你了,來,先喝茶吧 謝謝 他來了 給你一點時間慢慢聊,我先走了 你們就是二姐姐和四姐姐嗎? 我們終於見面了 我等了今天很久了 阿東… 阿東… 你倆是甚麼意思? 現在你嫌我肥子嗎? 不是,我們很開心… 我一點都不覺得你們開心 你現在歧視我嗎? 沒有 有,你們有 從西到大你們一直都扔下我 我一看見我你就歧視我嗎? 我要報仇 我去哪裡? 你肚子餓也要吃麵嗎? 不是啊 說你也不會明白了 我真的不明白 你快要找到我妹妹了 你快要一千萬平平安安樂袋了 想知道嗎? 你有沒有看見我 ee 還沒有看見,我們都不可以 你這麼想吵? 那你怎麼看見不懂嗎? 那個老闆打給我 他告訴我我本書宣單純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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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打響投票 他就替我解個簽名會 明天討論世事 這麼開心的事,給點反應吧 Yes… 怎麼這麼壞? 現在不動我開心? 等一下 大姐,我覺得很醜,生成了 姐姐,你又快要做小說家 快要做千萬富婆 我呢,繼續在這裡做肉棍 就像覺得跟人不同命一樣 你又沒這麼說 我們做兄弟的,有福同向有難同當 我預料了一支好丑給你了 好丑? 好 一本受歡迎的時候 除了寫得好之外,還有什麼? 便宜 是一個吸引的封面 這個封面非你無數 我是說,你打算用我的裸照做封面? 我是用你的畫做封面 你打算去哪裡了?大哥 用我的畫? 是呀,雖然是一個封面 不過也是一個機會 你不會托我手搶的 當然不托你手搶 謝謝你 怎麼樣?封面不錯吧? 馬先生 你阿芊的朋友,我不老實跟你說 你的畫真的很不妥 你剛才說上去洗手間的 去吧 霍雲先生,其實畫得好是很容易 我的小說是在網絡上發表的 我的讀者全都是年輕子女 他們對美感的追求跟我們有一點不同 可能他們很喜歡,對吧? 阿晴, 你別再幫她了 如果你強行用這個來做封面 我怕會影響你本書的笑路 不是, 我真的覺得這幅畫 很配合我本小說的風格 對了, 之前和你喝茶的時候 不是帶你兒子一起出來嗎? 他今年應該方科吧? 是呀 那就對了 這個年紀最適合就問他意見 不如你嘗試發一幅畫給他 看看他喜不喜歡 請坐, 西裝佬 你不懂貨 不是, 人家已經沒問題了 我猜到的 他看久一點, 更討厭一點 他會買的 他買的買的, 我不知道 不過他兒子很買的 而他重點就是這裡 關於蜥蜴是什麼事? 我甚至跟他兒子一起喝茶的時候 他不斷叫毛龍蕭先生 買蜥蜴給他做寵物 所以你就叫我在封面上 無論如何都要畫蜥蜴 Bingo 即是對我的作品沒有信心 不是, 我對你很有信心 我對他沒有信心 對著凡人一定要用菇話才行 是嗎? 那倒是… 既然我們的對象是基層家庭 我們的形象也應該要貼地一點 就算是廣告硬照 也不能拍到像寶藏天王一樣 說得對 我待會去攝影公司那邊談談 看看能否改一改 還有, 看看他們能否收貧 拍照的東西, 為何不找我 答什麼?爹 看不到我開公會嗎? V-Zone本來是一個社群 他擱著每一個的組員 這樣才可以互相幫忙 互捕不足, 對嗎? 我沒想著跟你聯絡 大家和一個辦公室 就算是一種緣分 何況我拍照真的可以的 看來是你, 收便宜一點 別妨礙我開會, 打開 即彈 不過這樣, 隨時找我 好 沒事吧? 如果你被人無故罵一頓 你有沒有事? 誰這麼大膽罵你? 別勞氣 最多待會一頓午餐, 我請你吃 貴一貴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你開心 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一向都對你這麼好 不過這樣, 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可否多叫一個人去? 好, 別客氣 Grace, 為什麼他會在這裡? 我叫Grace叫你來 這頓他請的, 當我給我面子坐吧 無事獻, 恩及非間即到 肯定有陰謀 你別這麼想我, 其實我是好印 我就是知道你對我有偏見 所以打算請你吃飯, 當是解胃酒 你說什麼?什麼解胃酒? 他中文不好 沒有, 他只是想說禍頭酒 禍頭酒, 對 是嗎?青本小說終於出版了 幫我恭喜他 好, 他接下來好像會有簽名會 一起餐廠嗎? 到時才算了, 不知道我會不會開工 對, 那你打給我吧 原來你現在寫小說這麼厲害 我喜歡看小說像, 帶我去 和你很熟嗎?關你什麼事?打啤 吃東西吧, 耍死你 我們之前不是懷疑Maya是我們小妹妹嗎 原來真的搞錯了 你上次跟Maya去我爸爸的茶餐廳 問她的片段嗎? 問她為什麼奶茶這麼好喝 說謊, 有什麼瞞著我? 沒有, 沒什麼瞞著你 相信你自棋, 說 你相信她吧, 她是這樣的 應該不會欺騙你的 那你不要再回答, 懂事嗎 懂, 當我不在就行了 繼續談 謝謝 謝謝Dizzy 送給你 你好 你的小說真的很好看 原來你真的這麼漂亮 謝謝 送給你看 這本書是你畫的? 是 我本書的封面也是他畫的 對, 替你介紹, 馬拳進 這麼多條, 拿回去看看, 謝謝 再見 你就是顧星圖 我是你的支持者 這本書很好看, 很精彩 謝謝 有多精彩 是你 認識嗎?我認識他老鼠 你幹什麼?有博好感嗎? 什麼?我是清姐死忠 是嗎?那我書的第二章 第一節, 男主角用什麼 是吃他前度的肝臟 茄汁 錯了 那天的茄汁剛剛用光了 他用了芥蘭來做調味料 才發覺搶光肝臟的鮮味 謝謝… 死忠了吧? 死了, 死開一點 忘記了, 姐 趕快帶我 別這樣… 簽了名, 謝謝 謝謝你, 清姐 我叫宋基, 我們有緣再見 沒簽名, 拿去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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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這條樣子就是經常貼著媽媽的 好可愛 整天整個攝青鬼, 不知道薄膜 你還不介紹我認識你妹Hailey嗎? 我沒有介紹嗎?Hailey, 馬其進 猜到了 你就是十五少? 我喜歡看你本MK阿典娜, 很感人 我和你一起派 對 好 清姐, 你的小說很好看 封面還很棒 謝謝 封面是你畫的嗎? 可不可以幫我簽個名字嗎? 我沒簽 你來了 來, 乾杯 乾杯 慶祝你本小說大賣 我也恭喜你, 才華終於受到認可 慕容先生跟我說 別說了, 接下來出版社 所有書的封面都避免你畫 真的? 阿青, 我有, 今時今日 也是多虧你 別這麼說 要不然你願意犧牲色相 我又怎能寫得一本小說, 對吧 你別這麼說, 是你 你在我人生低潮度把我拉起來 那你又何時不在我 還需要你的時候出現呢? 阿青, 真是的 真謝謝你, 我真不知道怎麼報答你 做兄弟的, 不用多說 心照 我還要 請 不如我們嘗試不要只做兄弟 那你想做什麼? 什麼都嘗嘗 好, 那做姐妹吧 走 我去吧 我去吧 關我難其事 那一定是我們不能走 我們沒有追 還是很生氣 有勢 看來這團火是熄不了的 那怎麼樣 請你看著我 在看著 某些角度我也挺像楊過 那不如我們去練用你的心經 對, 你看著我 早安 早安 對不起, 吵醒了 你想去哪裡 我想去穿褲子 那箱子挺漂亮的, 會裝什麼的? 裝錢 怎麼會裝錢是箱子那麼老套呢? 你這麼搭水嗎? 想不想喝杯咖啡? 原來坐出來聊天挺有趣的 對, 你說到哪裡了? 說到我錢了 其實我花了這筆錢很久了 這麼多年死坑死底, 才花這麼大筆錢 還是想如果將來可以找到一個女兒 可以給她最好的生活 你也很疼愛你的女兒 十二懷胎 哪個媽媽不疼自己的女兒 我還記得她剛出生的時候的樣子 我抱著她, 她眼睛還沒會擦大 對, 整星都吵蝦蝦蝦的樣子 但是那樣子很可愛 其實我真的很想念她 不知道她現在怎樣 你怎麼在那裡想 你這麼想, 請福爾摩斯查她也行 你一定找到她 我找私家偵探查過了 我知道她和養婦養帽 住在加爾大的梅莎索 那就可以了, 你還等什麼? 訂飛機票吧 你不明白了 我還沒準備好 什麼準備好?人又賺到錢又有 有什麼好事? 走吧, Baby 我都說還沒準備好 不是Baby, 現在很熟嗎? Uncle Ken, 有件事我想請教你 接下來的劍擊比賽, 我很想報名參加 但師傅說還不是時候 我知道晉級機會不大 但我真的很想多拿一些實戰的經驗 你覺得我應該怎麼做? 師傅, 其實我還有一件事想問你 有個成語叫做八代過客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我不是中文老師 Uncle Ken, 我剛剛看到彩虹 阿龍, 你猜是不是那個天給我的暗示? 阿龍, 有蛋糕好吃嗎? 為什麼突然對我這麼好? 沒有, 覺得師傅你今天特別英俊 幾十歲人還英俊, 真是大叔 什麼?師傅你心地又好, 又謙虛 又喜歡做善事 正所謂上猶心身, 大叔也變英俊 有什麼要幫忙?說吧 你已經幫了我很多 我什麼時候幫過你? 我的意思是 師傅你除了教我怎麼做一個好的律師之外 你還教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 你懂得這麼想就行了 沒有枉犯我對你的期望 以後要努力 還有事? 師傅, 你今晚有空嗎?我想請你吃飯 無緣無故請我吃飯幹什麼?你生日 不是, 我跟了師傅你這麼久 我們兩師徒都沒有好好吃一頓飯 就當是我慰勞你了 這樣? 那我當你答應了, 我馬上去訂桌 好, 各位 怎麼穿得這麼穿的? 這家店看老實多貴 你請師傅吃東西隨便行, 關不了一會 不行, 難得可以請師傅你吃飯 怎麼可以失禮? 你看看, 人家全部都是一批一批一批的 我們兩師徒坐著, 阻礙著人家 做電燈膽 我和你都是一批 你亂串 而且我們不說的話 也沒人知道我們兩師徒關係 師傅, 謝謝你一直以來對我的栽培 乾杯 加油 整晚笑什麼? 開心 師傅, 你知道嗎? 我當你是我的偶像 我今晚可以和偶像吃飯 我真的很開心 別說這些 師傅, 別動 等等 好… 英俊了 以後跟我說就行了, 我自己來 回去吧 其實你是我的師傅嘛, 不用客氣 你不用幫我們拉 你去找一些一批一批的拉黑那邊 不是呀, 師傅 我特意碰了一首歌給你聽的 麻煩繼續 師傅 師傅, 上次就是她說你 那師傅呢? 好像還沒到 讓我去問問她, 你在這裡等一會 是嗎? 姚天昏 不行… 什麼事? 夠膽打五分 你跟我打五分? 是跟你師傅打 你跟我師傅打? 是我師傅跟你師傅打 你師傅什麼事? 夠了不起嗎? 我怕不夠了不起的那個是你師傅 我怕不夠了不起的 來, 飛地 我怕不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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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你師傅和堅Sir 以前四次公開賽道道席 每人贏兩次 算是打個禍吧 這次他們兩個誰會贏 我怕不見你 岸家, 來 地比四平手 兩位劍手過來抽選擇 堅Sir有選擇 師傅, 被堅Sir抽選擇 你有什麼絕招? 拿不到單單就輸了 贏人怎樣輸就怎樣 不要妨礙了, 走開一點 回去吧 岸家, 借, 阿利 太好了, 師父, 很棒 剛才真的嚇死我, 我還在流汗 師父, 其實我多怕你會輸 剛才你看到了 就算被你取得了項目 如果你比賽的過程處理得不好 你一樣會輸 不過真的不是親眼看到 對, 也不知道你吉手這麼準確 而且為什麼你受到這麼大的壓力 好像沒事?你這個人挺爛血的 要贏一場比賽, 不僅要贏技術 還要贏心理質素 當你取得了項目的時候 你心裡不在想 只要能夠守一分鐘就會贏 但是你越守得久, 你的心理壓力就越大 而到了最後幾秒鐘的時候 很多劍手因為頂不住心理壓力 所以腦裡一片空白, 因為他們怕會輸 而這個正正是我們出手補時候 所以你剛才沒想到贏還是輸 難怪你還說我阻礙你 對不起, 師父 他們比賽關鍵時刻 你怕就會輸 所以你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 我明白了, 師父 受不了, 不如明天再繼續談 你們先走吧, 我想找多一點資料 那我們先走吧, Hailey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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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什麼? 別搶, 給你看 對了, 你剛才專注做事的樣子 很有莫文維的氣質 如果你還可以的話, 放進一個標籤 照你這麼說, 真是說我像莫文維? 是呀, 你沒得過食神嗎? 臭小子, 我報警了 說笑得很心不認真 我數三聲, 3、2、1 好, 照顧她 阿輝,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臭小子還不敢偷拍我嗎? 你說什麼? 幹什麼? 停手… 別打了, 幹什麼? 你這個臭小子在廁所偷拍我 你說什麼? 晚上還留在這裡, 還有一某… 不是呀, 宋基等我還給我照片 Maya, 你別幫她說好話 我報警抓她 不要…不行, 我認得不行 她不會的, 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宋基是你弟弟 弟弟? 她才是你一直在找的顧小寶 你是顧小寶 爸爸, 我回來了 雖然你已經不在, 不過不要緊 希望找幾個姐姐 真的想不到 原來我們一直都搞錯了 顧小寶不是妹妹, 是弟弟 其實你媽媽為什麼有說過這樣的謊言 我也不知道 我想當年連她自己都搞錯了 你什麼時候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古老先生 其實我一直都不知道 到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發現了媽媽有張同一個陌生男人的照片 她才跟我說那個男人是我親生的爸爸 我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後 我一直都很想找回她 所以我騙我媽媽說回來香港搞公司 其實是想找回她 那為什麼你不早就走出來 是要搞這麼大的事 我怕你們不接受我 所以打算熟一點才跟大家說 無論如何, 你們的子弟相認 握手也好, 擁抱也好 戴家姐 行了 戴家姐 要叫車隨時找我 給你一個七字 Haley來吧 我們不是很熟, 叫我做Haley 沒事散會了 我們也走吧 剛好見面是這樣的, 慢慢來吧 好 為什麼無緣無故約我吃午餐? 穿得這麼嚴重, 你沒事吧? 沒事 有兩個好消息想跟你說 我原本打算約你吃晚餐 不過這裡的午餐便宜很多 你不介意嗎? 不介意, 有什麼好消息跟我說? 第一件事, 你知道誰慈善療一嗎? 知道, 日本漫畫大師 《淚眼殺星》的作者 我之前寄了MK的阿典娜 給她去日本那邊的出版社 她負責人看完說有興趣 還叫我去日本談合作 你說真的要開玩笑 我幹嘛要開玩笑? 我隨時可以走的 恭喜你 不過一旦去, 我不知道要去多久 我有點捨不得你 你瘋了嗎? 這是你實現夢想的好機會 你不可以錯過的 我知道 但是我還想跟你去另一個地方 去哪裡? 第二個好消息 我用我整副身家 買了兩張去加拿大的機票 我決定要陪你去Missisogga找女兒 我真的很期待你可以像阿典娜那樣 兩母女, 相隔十幾年 然後是一個風雨交界的晚上, 衝鋒 神經病 我免得跟你說 幹嘛你生氣什麼? 我陪你找女兒有什麼問題? 你幹嘛管我的事? 你沒那麼多事, 行不行? 我都說還沒準備好 還沒準備好… 你根本是藉口 我不知道你害怕什麼 你在加拿大怕冷, 你就多帶一件羽絨 你怕坐飛機, 我陪你坐船 你能給我一個理由, 說服我 我以後不跟你談這件事 為什麼你總要問我理由? 好, 你這麼想知道理由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我沒資格當她媽媽 我沒勇氣見她 行不行?你滿意了沒有? 這樣而已 不要緊, 還有我嘛 有什麼我可以和你一起面對 什麼一起面對? 你覺得你是誰? 你有什麼資格和我一起面對? 馬騎就你省一點 你自己都沒想到自己 你不要多管閒事 是吧 原來…原來我在你心裡… 心裡是什麼都不是 我喜歡的我 那要是要幫你 我牽著我 你家不好看 我回覆她 我會不會你會心裡 我會想到你 我會想到你 你會想到你 我會想到你 我會想到那個 是嗎?你還過來?我本身的書就不用寫了 你真是, 怎麼打了我? 什麼是你? 這樣也認得我?我回來了, 很想念你 這麼久才是葡萄 以為你在韓國整合失敗, 糟糕了 你怎麼看見面這樣吹奏我呢? 找到弟弟了, 收水了沒有? 收了, 還可以贖帳 那筆帳呢? 什麼? 抵食 說好了五匹的話, 只有兩差 還好 別說 你去韓國這麼久做了什麼回來? 我給你一兩匹的水腳 只問你拿回來, 還有很多結局 不適合嘛 不適合嗎?不要 開玩笑而已, 又不用這麼認真 十五匹呢? 就跟你一樣, 弄一小氣貴 罵他兩句就不回來了 以後不要在我面前提他 如果不… 呃… 你裝什麼?又不是不懂, 進來吧 今天晚上想吃什麼? 你好, 姐姐 你好… 只有你們, 沈少呢? 弟弟, 我跟你說嗎? 他昨天飛了 飛了?飛去哪裡? 飛去日本 他說跟那邊的漫畫一起談合作 當然不是 弟弟去了加拿大幫他朋友找親戚 什麼?不是去日本嗎? 什麼?加拿大 他跟我捉擋了加拿大的 等一下, 究竟是日本還是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即是你們沒人知道他去了哪裡吧? 加拿大 日本 日本 加拿大 不要緊… 他走之前留下幾個字給你 來… 要是對這個世界不滿的話 就去改變他吧 要是不想這魔作 就把耳朵王眼睛閉上 孤獨的繼續過日子 乾, 別再停 夠了, 幹什麼事? 吃一吃, 咖啡下來 跟Berry吵架嗎? 別提他, 我會把你的樣子 阿莫 阿莉叫莫, 再來 阿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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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喝這麼醉? 請借我 你去找找 請借, 你在這裡找找 我不想跟他回酒店 你載我吧 哪兒是他? 是他 去哪裡, 阿莫 讓我 讓我一聲 對了 他怎麼喝這麼醉? 請借, 你載我走 我在等客人 不要緊, 店有的士, 我送他走 好, 去看著他吧 乖 不要 小心點, 看著他 不是, 不是, 怎麼走 去哪裡? 我們要繼續喝嗎? 那裡有酒, 酒 去哪裡? 小心點 繼續喝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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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保安那邊已經翻盡了當晚的CCTV 終於找到你女子偷拍的人是誰 原來那個變態人 是留下IT公司的藍職員 警察抓了他, 真是天都光亮了 為了避免同樣的事情發生 你們在組織組提醒大家 叫大家出入的時候要小心陌生日 在職業的時候, 你們要多留意 知道, 宋基這次真是無辜 被Hailey誤會了 什麼事?沒來精神的, 昨天做事 不是 那我先說個好消息, 你知道 Grace姐, 有兩位警察, 你找宋基的 你就是宋基先生? 是 中區重案組 我們現在懷疑你和一宗強姦案有關 麻煩你跟我們回警署協助調查 雖然你剛好在警署卷口供 但我想你親口跟我說 整件事究竟是怎樣 昨晚我和Maya吃飯 本來也很開心, 一直有談有談 但突然間他男朋友打電話來 他出去聽電話 回來之後整個人都失去了心情 我猜他應該和被他吵架 知道他們有什麼事吵架嗎? 不知道, 她沒有跟我說 然後呢? 吃完飯之後 Maya想我陪她去酒吧喝酒 我看她這麼不開心, 我就陪她去 在酒吧, 我們又喝酒又跳舞 玩得很晚 我看她這麼醉, 就送她回酒店休息 還拿著熱毛巾給她敷臉 怎料突然之間, 她主動疼我 我們就是這樣發生了關係 整個過程, 外面咬有沒有說不好 又或者有抗拒的說話和動作 沒有, 真的沒有 從頭到尾都是她做主 我從來都沒有逼過她 我不明白她現在為何惹我強姦她 我們明明是最好的朋友 為什麼她要惹我? 弟弟呢? 他有點累, 我叫他回去休息 我先來 Maya和弟弟明明是好朋友 怎麼會突然告她強姦? 我看過初步的發現報告 法醫在卓美雅體內找到弟弟的精役 證明她們的確有發生過性行為 就算是, 也不代表是強姦 當然了, 但是關上房門 當時發生什麼事, 只有她們才知道 現在卓美雅一口咬定, 送雞強姦去 最後能不能入罪 某程度就要看陪審團信誰 我很清楚弟弟的為人 她不可能做了這種事 這很難說, 送雞一向都當Maya是女神 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真的有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你這麼說就是不相信她 那我又不是這個意思 只不過弟弟自在韓國 又不是跟我們一起大人 她的為人是怎樣, 我們真的不知道 你根本對她有偏見 我不是說了我不是不相信… 夠了 你們不要再爭辯了 大家放心, 就算宋基不是你們的弟弟 我和Alison接受這個案子 我們會盡力打 對了, 我昨晚在酒吧外面見到他們倆 Maya真的喝得多醉 她還跟我說她不想跟弟弟去酒店 弟弟有沒有跟你看過? 沒有, 我會再問她 如果其他人問我, 我怎麼打呢? 趙直說, 沒什麼要隱瞞 我和司徒律師還有很多事要跟進 你們先回去 我相信弟弟是無辜的, 靠你吧 我相信, 為了 你說悲傷是結局 悲傷就不能繼續 還說相遇在未適 相識總會相遇 到底怎麼才一直相愛 有誰能保證就沒有傷害 我看著你, 愛著你 如今 如何活在 没有你的爱 如何存在 这样的海洋 该如何放弃你 该如何放弃爱 如何发生